欣赏动漫魅力,聊不你的心弦 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 在我们生活之中,很多时候都需要各种各样的仪式感 这些仪式感会增加我们的幸福指数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关于结婚纪念日的动画短片 温馨的小家里面,小雅正在准备着丰盛的晚餐 墙壁之上贴着的照片,证明她和自己的老公很深恶爱 历史上,被圈起来的数字也在提醒着她 今天就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当钟声响起,小雅迅速地摆好了网筷,整理好房间 然而这一次,老公却没有准时回家 小雅给老公拨通电话,以后竟然发现没有人接听 瞬间,想象力十分丰富的小雅就幻想到了 自己的老公该不会是在回家的过程之中出了车祸吧 下一秒,狂过劲来的小雅搅了摇头 决定和自己的姐妹们探讨一下 或许她们能有找到老公的办法呢 小雅拨通了闺蜜们的电话 最终,傍晚电话周的大家一致地得出结论 小雅老公肯定是出轨了 一瞬间,小雅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老公在和别的女人倾倾我我 老公还甚至殷勤地给别的女人买买买刷刷刷 这简直是太可恶了 更加过分的是,她们两个人竟然还直接去酒店开房了 小雅愤怒极了,就差直接吐血身亡了 从幻想之中回到现实的小雅 崩溃地想要把电话摔出去 可是潜意识之中,她还是信任老公的 于是一个又一个地接着给老公打电话 在无人接听的结果之中 小雅想起了自己和老公相爱的过程 她们本来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老公从小就暗恋小雅 为了让小雅看到自己的真心 她从小就给小雅献殷勤 每天都送一束不同的话 直到最后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两个人也是恩爱非常的 可是难道说婚姻真的能够让爱情变质吗 小雅坐在房间里面等啊等啊 仿佛等到头发发白 老公也都没有回来 突然开门声响起 小雅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的老公捧着鲜花 来到了自己的面前 而自己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 原来所谓的孤独中老 不过是小雅的一场梦而已 老公之所以回来晚 就是想要为了给她买一束与众不同的花吧了 故事的最后 两个人幸福的拥抱在了一起 所有的虚构误会也在这一瞬间解除 其实也不过是短短的几个小时 在小雅心中却是如此的漫长煎熬 这也许就是爱情的魔力吧 让你痛并且甜蜜着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跟住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